经济部进行ECFA后续的货品贸易谈判 有意解除大陆钢品禁止进口令 中钢表示目前除了大陆钢品禁止进口之外 南韩、日本、印度等国的各项钢品 都是以零关税的方式进口 因此钢品市场早就已经是高度国际化竞争的市场 所以未来无论到底要不要开放 中钢都会以强化优势降低成本的方式 来影响所有挑战 感谢观看